去吧去吧 我差你那一个人的钱呀 去吧老公 那我就不客气了 谢谢方姐 皮可真够厚的 我说林可云 你还真是得好好保养保养你自己 你说你老公是不是嫌弃你 才不愿意把你带到工作上去 你说你这一天老在家里做个家庭主妇 也不是回事啊 要不然这样吧 我帮你介绍的工作怎么样 我老公公司啊 刚好还缺个保洁 要不我推荐你去呗 爱叫方方姐 你看你可真是好 林可云 你还不赶紧谢谢人家方方姐 人家老公那可是一达集团的经理 一达集团你知道吗 能进一达集团的工作 那可是你的福气 不用了 保洁的工作呢 还是各位留着吧 我怕呀 日后一达集团 各位连保洁都做不了了呢 你 就你这样了 你一辈子就只配在家里做个家庭主妇 你就被人像奴隶一样 回来过去的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没事 菜太远了我夹不到 我要能对你做什么呢 你呀 你赶紧坐下吃吧 吃了赶紧走 不要在这边丢人现场 就是 要不是因为叶轩 我们怎么可能和你坐在一块吃饭 我是真没想到 叶轩还真带你来了 还真不怕丢人 因为我看呀 叶轩把你带到这儿来 就是想让你看看 你跟我们之间的差距 你什么意思啊 难道我做家庭主妇 就不配跟你们一起吃饭了吗 我可没什么意思 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抹角 我们就是瞧不起你 你拿个特殊老袋 还带两根葱来 还参加我们这种高档的聚会 你自己不嫌丢人 也不会你老公考虑考虑 好了好了 老婆别说了 再说呀 我看你他我都想吐 我是真不知道 就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你是怎么当上 一达集团设计部的经理的 你说谁是狗 我看你是真不是好歹 居然敢说浩哥是狗 你是不是昏腻完了 你这个人真是不识相 我们要不是看见叶轩 要不是因为我老公叶轩 我根本不可能 跟你们这些乌合之众一起吃饭 要不是因为你老公叶轩 你什么跟我提前都不配 我算是明白了 你今天让我老公带我来 就是为了嘲笑他 我真是想不明白 我老公怎么会有你们这帮狐朋狗友 你个臭娘们 别什么给你脸飙脸 怎么 你还想动手打我呀 动手打女人 可不是什么真男人 我告诉你 我老公才是臭闹子打女人 但我说女人 就不一样了 大家也批他过分了 他毕竟是叶轩的老婆 这样欺负他不好吧 管你替事啊 你们信不信 我一通电话就可以让你们丢掉工作 并且 在这个圈子永远都没有公司用 哎呦老公 你听见了吗 他说要让我没心一如所有呢 你放个屁 你以为你是谁啊 这叶轩的老婆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我老公马上就要回来了 我可以当你喝醉酒了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我只希望我老公能开开心心的吃完这顿饭 如果在座的各位 谁要让我老公不开心的话 那就别怪我客气 就你还来劲呢 真是个爱老公的好女人呀 还让你老公开心 他个美歌充满 没有当着他的面羞辱你 已经正是给他面子了 你嘴巴放尊重一点 怎么 你当我老公的面羞辱的还不够吗 还真敢给自己老公脸上贴金 一个小公司的老板 都不如我 还给他面子 怎么 你不是让我们都失业吗 来 让我们都看看 一群没有风度的人 你们给我走 当我辞退 一达集团分公司 设计部经理五号 并且让他在这个行业 勇无立足之地 还有 帮我查一个叫张云飞的人 我要让他的公司破产 你这是打给谁呢 这么大的本事 还真是演了一出好戏呀 是啊 我好害怕哦 老公 他还说要让我们公司倒闭呢 是啊老婆 我也好害怕呀 好 那你们就跟我等着吧 你们真是怎么了 叶轩呢 你这个老婆可真是厉害呀 她说是让我们一无所有 可真是出言不逊了 对了叶轩 我好心啊 让你带着老婆参加聚会 你看她 她一点面子都不够呢 说的都是什么呀 这一天 老婆 我没有 是他们 可原 你在外面说什么大话呢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你怎么能和他们争吵呢 老公 叶轩 你别怪你老婆了 大家出来吃饭 都是为了心情好 来来 坐下来吃饭 叶轩 你这个老婆呀 回压你得好好管你管你 找老婆 可是要找一个闲内助 可不是找保姆 保姆花钱一抓一大把 找老婆呀 是给自己撑面的 是 是 哎 好了好了 不说了啊 你们吃好喝好 我先去个洗手间 哎老公 我和你一起去 我看今天呀 大家都差不多了 我们呀 也先走了 哎 叶轩 你就这么走了 再怎么着 也得让你老婆 给我们道个歉吧 要道歉 应该是你跟我道吧 你们这个人 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她不会主动惹事 况且她对人最基本的尊重 还是 哟 那你的意思就是 是我们不懂礼貌 故意招惹欺负她了吗 是啊 叶轩 你什么意思啊 叶轩 你要为了这个女人 让咱们兄弟之前这么多 这样的女人 借上一抓一大把 有什么好维护的 你们 大哥 大哥 我错了 我错了 当时间有用吗 少他妈废话 啊 五十万 少一分 我卸你一条大腿 怎么了 刚才我老公就上厕所 不小心把那人 手表装低伤了 他现在 让我俩赔五十万 浩哥 怎么办 帮帮我们 帮帮我 帮帮帮我们 啊 咱们这最有能力的 还得是浩哥呀 是啊 浩哥 您可是一大集团 分公司的设计部经理 您说吗 看内心 看内心 是啊 我想这种小事 浩哥 应该分分钟就搞定了吧 老公 要不然 你就帮帮他呗 毕竟 在座的这几位里 也就只有你才有这个能力了 兄弟啊 我这朋友不懂事了 您让大人不计钱 给我给我个面子 放他一口 给你面子 你他妈是谁呀 我 我是一大集团 分公司的设计部经理 他公司的经理 好啊 我给你面子 一百万 好啊 我给你面子 一百万 我朋友就是不小心碰掉了你的手表 这不止五十万吗 青椒一百万 你这手 市的大概股市太过分了 你抽上热锁你知道吗 大 大 大哥 你手表也不止五十万 要我 我给你五万得了 你他妈打发又犯了是吗 啊 就五万 我他妈弄死你今天 我告诉你 就给我一百万 如果给不了 把腿留下 我劝你不要有事 我还是认识几个人的 认识人 好啊 你叫他来呀 我告诉你们 标哥你们认识吗 我跟他可是好朋友 可是铁哥们 他是这一派的老大 我如果给他打电话 他肯定要带人过来 我劝你们 现在赶紧给我道歉 给我兄弟赔上医药费 不然一会儿标哥来啊 你们两个一个都跑不了 哎呀 强哥 他说他那是标哥 你说这事怎么办呀 哎呀 原来 你真是标哥呀 那得给点面子呀 你现在打电话 叫他来呀 我现在就给标哥打电话 哎 标哥 我小号 这有个人 非常不给兄弟面子 你看你能不能过来 帮我兄弟 你要他等着 老子这就带人收拾的